你們這些人 我是建議柯文哲全告 那告得成 喔我看你們這些名嘴真的 結果 他說那個女孩子 偵訊完什麼你知道嗎 無保請回 又是一個無保請回 限定不能出國 無保請回 什麼叫無保請回 他說這個女的有問題 那天所有的節目這個女的有問題啦 柯文哲拿三四億啦 他是靈魂啦 這個人抓回來之後喔 一定生涯 轉為物點證人啦 每個人都說到手去轉坡 說到這裡 坡都噴到整天這樣 半一個人 你要有收錢的證據 一堆人說他貪污 貪污的定義是什麼 拿錢嘛 你叫我幹 我幹了我有利潤嘛 逼死你 不是就這樣子啊 官員收會嘛 從小到大 各個連續劇 各個動漫 都演嘛 你給錢的之後 給了什麼好處之後 我放你一碼嘛 我讓你過嘛 到現在 賣了 錢咧 錢咧 錢在哪啦 然後有人說要拿三億 如果給他錢 大概在五億裡面的三四億 是阿伯的錢啊 你現在 我真的覺得這些什麼 鍾小平啊 或者說什麼議員啊 你們是在看不起法院 是在看不起 這些北檢的人嗎 雖然他們案子辦得超級粗糙 我承認 他們 他們何嘗 北檢欸 檢察官欸 何嘗不想收到錢 哇 柯文哲拿了三四億 我們的檢察官 一塊錢都收不到 你是說他們是廢物嗎 我又覺得很好笑啊 一個人 媽XX 言之早早 說柯文哲拿了三四億 還有人阿 那個欠五百萬的阿 說他拿不到幾個億 十幾二十億 每天阿 我不知道看他說 他好像說不到幾個億 我就想問喔 阿你們都說他拿了好幾十億阿 也有啦 五億 六億 八億 三億 四億啦 你是看不起檢察官是不是 檢察官是 有問題是不是 哇 都講成這樣 檢察官就收不到 你就看不去就對了啦 這麼多 檢察官還要約他 他什麼都知道 對啊 你各位懂我意思嗎 Wirtschaft tr雅 負客 概郊